大型重機一字排開 騎在車上的這位外國人 他是來自加拿大的陳大力 平常愛跟幾位 喜歡騎重機的朋友 在大馬路上兜風塌青 這是他最愛的一件事 而陳大力還有另外一個身份 梅雨老師 每天固定時間 都會來學校接小朋友 到自己開的梅雨補習班上課 那什麼日子是媽媽的日子 8月 8月 好 那什麼日子是日子 日子 夏日 不 每天 課堂上跟小朋友有說有笑 陳大力星期一到星期五交梅雨 週休假日就帶老婆和小孩 到戶外去露營 不只跟家人培養感情 也結交新朋友 這太可憐了 十四年前老婆陳雅惠 到加拿大溫哥華讀大學 兩人相戀結婚 婚後兩三年的時間 常常台灣加拿大兩邊跑 老婆認為小孩長時間在國外 對中文台灣歷史都不了解 她為了愛妻 為了孩子 決定跟著老婆回到彰化定居 重新學習台灣文化 沒有辦法在台灣 生存的一個地方就是交通和食物 她說她壓力好大 她沒有辦法在台灣開車 然後食物的話呢 沒有辦法吃台灣的食物 她說湯要濃 湯才是湯 其他的那就是湯湯水水 那喝了一下就肚子餓了 陳大力努力在台灣生活 來台九年 這裡已經是她第二個家 我們會後悔回來嗎 No Why 老婆在哪裡 家就哪裡 怎麼說 Why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o me I just said it 我愛你 一句話與後悔說得很肯定 對陳大力來說 老婆在哪裡 哪裡就是她的家 所以她心甘情願 要在台灣落地生根